女人不易做,顶级白富美更不易做。 近日,韩国简直承包了全亚洲的瓜田。 胜利事件还在继续发酵。 这边,韩国知名网媒New Stop又踢爆三星家族长女李富珍,滥用麻醉药物的丑闻。 据韩媒报道,当记者问医院护士李富珍社长在哪里接收治疗时, 一名金线护士说, 有两间房的VIP室,好像是在那边。 在这一刻的床接受治疗,出现了两盒以上牛奶针,一盒有十支针,大概有200毫升。 此外,这名护士还表示,李富珍2016年就开始来这里打牛奶针。 平均每月两次,这名护士口中提到的牛奶针究竟有什么魔力? 能让堂堂三星家族长公主如此上瘾。 原来,这种乳白色药剂,就是医药麻醉剂普洛弗普普普法,属于处方药。 一般用于术前快速麻醉患者,但使用过量会有致死可能。 由于急速效麻醉效果好,许多患者醒来后,仿佛轻松地睡了一觉。 且在体内代谢速度也快,深受麻醉科医师青睐。 但另一方面,容易使人上瘾。 2013年,韩国女星朴诗炎等次人,就因滥用该药被首尔检察官提诉或罚款。 迈克杰克逊也因注射过量普洛弗丧生,为李富珍注射药物的医院,是位于首尔江南区的一座整形医院。 据爆料者称,为了掩盖行踪,李富珍每次都从地下停车场,直接上至VIP室。 医院甚至故意不开监视器,配合他不留记录的需求。 目前,韩国警方正在调查此事,李富珍是三星第二代,掌门李健熙的长女,也是第三代中的实权人物,现任新罗酒店社长。 新罗酒店则宣告,李社长去医院仅为就医。 韩国有句俗语,韩国人一生避不开三件事,死亡,纳税和三星。 面对与国民经济深刻捆绑的三星家族掌门人时,连韩国总统都不得不低头致意。 这位三星长女,生于1970年,1995年进入三星福利财团,以普通职员的身份,在企划支援组工作。 2001年,他才晋升为新罗酒店企划部部长,有六年基层工作经历。 期间,这位韩国顶级白富美,嫁给平民任幼崽,引起韩国舆论一片沸腾。 同样与平民恋爱,李家三女李尹新,因家人反对,牺牲一遇,在纽约自杀。 而长女李富珍,却能说服家人,令这桩看起来绝无可能的婚事成真。 展现了一种一往无前的魄力。 自2001年进入新罗饭店,担任企划部长,李富珍的事业版图才正式展开。 2004年,他成为新罗饭店常务部,负责经营战略。 一年后晋升为酒店经营担当常务。 2009-2010年,他不仅升任新罗酒店经营战略担当专务, 后晋升任为酒店代表,还同时担任三星爱宝乐园经营战略担当专务, 后晋升任为经营企划社长。 记住这个三星爱宝乐园,在三星权力核心人物的更迭中,扮演重要角色。 2010年,三星集团对外宣布,将实权向第三代转移交接。 三星长子李戴荣,成为三星电子社长。 长女李富珍晋升为新罗饭店和三星爱宝乐园社长。 兼任三星物产商社部门的顾问,李富珍成为三星集团内部第一位女性社长。 2013年,堪称三星集团根基的第一毛织纺织和时装部门, 整体转让给爱宝乐园。 无疑,李富珍再下一盘大棋。 不过一年,三星便宣布爱宝乐园将上市。 自此,三星集团内部股权结构,变成下图。 图上资料。 对小数点后,两位做了四舍五入的处理。 之后,李富珍的事业重心在免税店和观光上。 2014年,他拿到世界三大机场之一的新加坡张仪机场免税店整体的化妆品和香水卖场经营权。 几个月后,他又与现代产业联手,要成立全世界最大的社区免税店。 14、15这两年中,除了在本国免税店市场大展聚集图之外,他还积极开拓中国市场。 事业上春风得意,婚姻却亮起了红灯。 2014年10月,李富珍向法院申请离婚调解。 四个月后,正式宣告婚姻破裂。 但夫妻双方还在围绕孩子的监护权,继续打官司。 不过,官司任打,酒店召开,免税店开幕式也光鲜漂亮的参加。 离婚似乎丝毫没有影响李富珍的事业程序。 据爆料者所述,李富珍是从2016年开始去医院打针的。 2016年,三星集团出了件大事。 三星第三代权力核心人物,三星长子李在荣,卷入朴槿惠闺蜜干政案。 此前两年,李在荣一直是代委掌权。 朴槿惠案发时,他刚正式接管集团大权。 2017年2月,李在荣被批捕。 出现了三星自创立以来首次总裁缺位的情况。 李在荣一审获刑5年。 经过一番斡旋。 2018年2月,法院判定不存在政商勾结。 李在荣被释放。 2016年之前,李富珍一直是中央日报韩国三大报业之一上的焦点人物。 之后,他仿佛隐身了一般。 三星内部动荡。 以前那个与父亲首牵手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李富珍,却失去了声音。 唯有一件事。 李在荣被捕期间,李富珍离婚案有了新进展。 李富珍分给全夫86亿韩元。 换来自由身。 一场豪门公主,嫁给穷小子的童话惨淡收场。 各位小伙伴怎么看打牛奶真的三星长公主呢? 评论中见。